好,谢谢 好,老师们好,我们就开始了 那继续把你们的问题放在chatroom里面 我这里有一台iPad 然后一台电脑 所以我尽可能的一行二用 那我们来进来 上个星期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金字塔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 我们要系统化的 把我们工作的流程跟学生们知道 这应该跟远距离教学 就是远距离教学或者是普通教学 其实这个workflow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就今天想跟老师们分享一下 如何set up 我的workflow 那我们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tools 那就是变成routine apps and websites 它有的有Canvas的integration 我会再分享 那workflow呢 有很多教学平台 今天我是介绍Canvas 我知道我们很多老师用Google Classroom 也有些老师用Schoology Edmodel 我们尽可能的 如果有老师会的话 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好 下一张 好 下一张 workflow呢是什么 就是一 你要能够跟学生们 communicate 你能够跟学生们说一些学校的 系统化的需要的一些announcements 再来呢 你要给作业 你如果和把作业给学生 学生做完如何把作业交上去给老师 我今天会分享三个 一个是assignments 一个是quiz 再来是discussion gradebook的话 我觉得这是你们的学区 各个学区 各个州都有不一样的规定吧 特别我们这个remote learning 有的是说只能够增加学生的grade 不能够降低他的成绩 我的话呢 我有另外一套做法 我直接把它放到一个group 叫remote learning 然后他的waiting 我现在放零 我之后再跟你们讲 那再来我之前不是说 我们应该要分工合作 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合作吗 那其实canvas有一个叫canvas comments 我们把我们做好的东西分享在那里 或者跟几个老师都知道 我们都是用canvas的 我们可以共同设计一些活动 一些作业 一些项目 然后放在canvas comment里面 互相分享 这可以省很多时间 好 那如果老师们 你现在没有不是用canvas的 那我真的很抱歉 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 要开始设定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但是这些事情平息之后 你如果想要学canvas的话 其实canvas有免费的 之前我儿子的中文学校 我们是用canvas 当成一个gradebook system 但是通常这个都是学校 学区所买的 好了 那我现在 跳出这个powerpoint 让你们介绍一下 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的lesson plan 我尽可能的把一个星期的lesson plan 都放在这里 canvas也可以做 我自己只是personal preference 我用plan book 这个不是endorsement 也不是一定要用 只是我对我来说 这个操作比较简单一点 那再来canvas 进了canvas之后 我有很多课对不对 我们今天就来看我的 我的中文5吧 中文5我设定的是announcement 你可以先在announcement里面 你如果需要什么 你就create an announcement 然后你可以写你的testing 然后你可以写你的testing 或者它们可以进modules modules 这是我最近上的课 所以最近我们是在做art appreciation 你看从remote learning开始 这些是每一天的作业 我们现在来设计一个最简单的作业 就是assignments new assignment 好 我现在想我要他们做什么 然后我要他submit这个worksheet 对不对 我就要把它传上去 我随便选一个好了 我就选这个吧 一定是PDF 因为我们学校是用iPad 它这里出来了 好 记得哦 我要他们submit as PDF 对不对 所以我要给分数 就说是十分吧 这是我不一样的assignment group display as points 或者是completion 或者是percentage submit in pdf 重新讲一次啊 为什么呢 这里很重要 我要他交什么上来呢 text entry是他能够打字 他直接用iPad在Canvas上面完成 website就是一个连接 media recording 是他可以录音 或者是录影 再来file upload 我要他file upload pdf 给每一个人 什么时候要给我呢 明天 我们学校设定 下午三点钟 一定要交作业 然后每天早上八点钟 布置出来给学生 如果我已经完成了 我就clickpublish 但是不好意思 我不想要吓他们 我这个今天晚上再给他们 我就publish 我去studentview给你看 这是明天的日期 看这个作业 他明天早上八点钟才打得开 好 老师们 他们做完之后 我要怎么去改他的作业呢 我们看一下 这是今天 这是昨天的 很简单的作业 然后看一段图片 看一段影片 然后自己看他听着懂什么 就这样子 好 老师们 我还可以布置另外一种作业 就是quiz 那怎么布置quiz呢 也是一样 我要加一项东西 我要加什么呢 我要加quiz 就这样子 我可以放一边 这里给他一些解释 就是说 indent level 只是之后module 里面看起来比较整齐而已 好 我可以开一个新的问题 那你看我是要有一个 一段passage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 我可以把它变成text 然后我这里可以copy and paste 或者一篇文章 或者我可以自己写一些东西 这是没有分数的 因为这是阅读 之后我就可以开始问问题了 选择题 或者 或者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 这个出的题目不是很好 抱歉了大家 或者我可以请学生们 fill in the blank 或者我可以请学生们 做essay question 这都是一分你可以改你要的分数 可能它这个是open-ended 所以可能需要比较多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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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可以publish ok 如果我publish的话 我可以也是跟上一次一样 我这样子 明天三点钟 明早八点 好 老师们我这个就不publish了 因为这个实在是 只是练习 让老师们知道功能而已 那之前林老师问 为什么要indent 比如说看我的title在这里 我的category 然后这个是一个indentation 如果我没有的话 可以decrease indentation 我只是自己的preference而已 ok 好 那老师们如果我这个东西 要share to comments 等一下我再加一个discussion 我在这样怎么share 我可以加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discussion discussion 我可以选以前的 或者是我可以自己加一个topic 但是我通常做discussion的时候 讨论的时候 我一定会做这一个选项 users must post before seeing replies 要不然的话很多学生都会copy 其他同学的作答 然后就永远都没有什么 所谓新的东西 right graded 然后我通常不会喜欢allow like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反正我觉得越少interaction 所以越好 纯粹是让他们用讨论的模式 那我就说这是two points grading as completion 因为我们现在remote learning都是不打分的 然后这个变成learning practice assign to everybody 也是明天do 早上八点给 一旦我publish 它就出来了 那我给老师们看之前的discussion 我还没有set up assignment grouping 我之后会跟你说 我自己有 但是我还没有教你们怎么set up 我记得是这里有一个discussion 你看 然后学生们就会有一个thread 我问他 你做过什么义工 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 有哪些收获 对将来有什么帮助 我通常是要求他们做一个post 然后答复一个学生的post 一个同学的post 好 老师们 因为这些都我学生的名字在上面 所以我快快的跟你们点到为止 好 再来我看还有什么问题 我先看一下问题 所以我刚刚go over了assignment quiz discussion integration很复杂 integration 我们做nearpod paradike 跟flipgrid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加说canvasintegration 因为并不是每位老师都做这个integration 好 现在我跟你们讨论 分享一下我怎么做我的gradebook 好 我通常是分三个 四个 interpretive,presentational,interpersonal 然后learning practice 这真的是老师们学区各个不一样的要求 有些人是for skills 有的还是test,quiz,homework 那我们学校是learning practice 都是百分之十 那我今天呢要开始一个新的group 这group呢很简单 你就加一个group 我记得哦 我是从assignment里面进去 不是从gradebook 从assignment里面 add group remote learning 我现在暂时放百分之零 所以这不会影响学生们的成绩 那老师们可能会问什么是imported assignments imported assignments 因为这不是我第一年用canvas教学 所以呢我通常会import一些去年或前年或以前的canvas page的功课 所以我import进来 你只要看左边有这个点点八个点 你就可以拉这个把它放进任何一个group里面 好所以老师们我现在要去开始找了 我找learning practice 这里有很多learning practice 但是你看这个是关于remote learning的 把它拉到remote learning这里 然后这个也是remote learning 把它拉下来 七名上合图 这几天开始 所以我每一个assignment 我给名字 起名字的时候 我里面一定要写哪一天 或者是remote learning 要不然我自己都会搞不清楚 第一个 day one day two day three 这样子的话 对学生就没有所谓的负担 那如果学校要我把它放回去 允许我放回去的话 我再挪就好了 ok 我觉得如果我们开了一个新的category的话 对老师们 如果你用Canvas的gradebook 应该会比较有一些帮助 还有什么问题 是有关于assignment group Did you set up 林老师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Did you set up the assignment group categories OK 给大家的老师分享 就shared comments 那现在老师们 如果你自己有Canvas的话 你可以上网查一查 ok 所以呢 Is this an update to a previously shared No Who am I going to share it with I can share it with only me 这样的话 我进另外一个course 直接把它抓进来就好了 或者是跟我其他两位中文老师 我们学校要三位中文老师 All of Nutriere select group of people 或者是 public 这个要看你自己喜欢跟谁分享了 既然我这里都可以sample了 我就分享给大家吧 Is this copyrighted public domain 我觉得 Image Image 差不多等20分钟吧 就好了 那老师们你怎么上去找呢 一会我们一起上去找 因为这是public domain 我的details在这里 好那我回去search 你看其实有很多老师 就像我们就看 这是我以前的 这个好了 我要下载这一等 import to which course 我是要import to 我的中文5吧 等这个全部upload完 就到了我的course里面了 好老师们还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看到林老师问了问题 how do you decide what to put under module oh ok 这个很简单 我现在跟你们分享 我的module 我每一个unit 每一个theme 都是一个module 这是我中文5的 不一样的theme more topic actually 所以开学 education career gender equity pets 宠物 然后再来我们的一本小的reader two red shirts 然后art appreciation 所以每一个unit 都是一个module 好老师们希望这个很简单的分享 够给给予你们一些细节 然后给你们一些答案 如果我不知道 反正我只是觉得说 每一个人能尽分立就好了 如果你们还需要什么的话 尽量跟class联络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 我们还有四分钟 谢谢赵老师 老师们如果有问题 请进在这三分钟之内 赶紧提出来 然后也可以发邮件 到我们classmembership atgmail.com 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 想要在未来的讲座当中 学到的话 都可以联系我们 那我们今天晚上 好像还有一波 是的 就在东部时间的下午 五点到五点半 我们要来跟金英老师 一起学习game kit 所以呢 我们一会儿也会把 那个讲座直播的链接 发给今天报名的老师 如果老师您没有注册上 也没有关系 我们回头也会想办法 把今天的这两场的 这个视频回放链接 也发送给您 好吗 好 Vivian 徐老师你有问题 你好 周老师 我的问题刚才就是 打在 您听得见我吗 听得见 听得见 好 那个我就很快问 我知道您现在也就几分钟 就是我刚才打过去的 Cavos 它里面那个 import跟export的功能 我每年 transfer到新的班级的时候 要操作七八次 我在想是 我操作的不够 就哪一个 是不是有更快捷的方式 能够把它即时的 我现在给你看好了 你看settings 对不对 你跟我说 你跟我看你是这么做 然后import course content 然后呢 我要选哪一个 copy course content 对 然后我要选 天哪 我这是第一年教中文5 但是我去年好像 AP有一个unit 我今年不用 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我一定要回去查 你看我有那么多 不一样的pandcord 所以重点 我就说 OK可能这里吧 然后呢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你要select specific content 对 然后你一定要remove date OK 再来import import的时候呢 它就在等我了 它在等我select content 把select之后呢 我要想 OK 我中文 AP 其实我蛮喜欢这个unit select content 好 慢慢等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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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这样子做的吗 对 就是因为我的level 就是连ACP跟honor 放在里面 就变成有八个 不同的classroom 那你可以把它们 merge在一起 OK 那你看 OK 我有我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嗯 这些东西进来了 但是每一次 我这样子 我一定要把它关掉 unpublished 要不然学生突然间 会有20个不一样的assignment 他们会紧张 嗯 你是mixed level 我觉得以后 你在 反正class都会给你们 我的 以后我可以再私底下聊 因为mixed level 有mixed level的办法 好的好的 行 好的 非常谢谢你 好 好 好 那好 刚四点整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第一场就先到这里 好不好 老师们如果有问题 随时联系我们 classmembershipatgmail.com 好吗 赵老师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好 谢谢你 辛苦 辛苦 谢谢老师们 再见